最近我在忙于直播 所以视频更新有点慢 不要以为我消失了 我没有消失 我反而越来越嚣张 不仅拍视频还会做直播 今天我到了五宜路 接下来带大家到五宜路看一下 五宜路在上海是一个普通的道路 在上海老城区 有非常多像五宜路这样子充满亮点的路 好,那我们现在随着镜头去看一下 今天我会在这里直播 这里叫MIX320 我问了一下工作人员 为什么叫320 因为这里是320号 所以叫五宜MIX320 现在改进成一个工艺分的 就是那个loft风格的一个购物街 或者是叫Plaza 在国内很多这样的地方叫创意园 这个咖啡馆的造型我很喜欢 也是一个老洋楼改进 它的名字也非常的简单 叫Bear and Space 就应该这么简单 一看就知道里面是卖酒的 然后Space就是卖咖啡 卖这些东西 现在很多商店的店名也是越来越增城 越来越有高级感 大概在十几年前受很多台湾人的影响 中国大陆有大量的店铺 取那个名字 取得诗情话语 其实那个是非常不成熟的一个idea 大家知道很多台湾企业来中国大陆 开那个商店 那名字取得都是很穷谣化的 叫什么物语什么 其实这些名字是影响了很多人 但是这是一个非常不成熟的一个取名字的方案 我现在看到这些名字我就很开心 我觉得一家店铺 如果你没有想开那个零锁店的话 品牌都是非必要选项 只要你说我这里卖面条的 卖那个饭的卖什么的就OK了 装修要漂亮 然后装修如果有点创意的话会更好一些 先带大家走一段这个无遗路 我先把口罩拿掉 口罩带起来说话很不方便 这条马路在上海算一个很普通的马路 上海老城区有大量的这种马路 也是充满着亮点的 这是我喜欢上海的主要原因 因为上海是个充满亮点 而且是非常丰富的一个城市 随处有我想看的一些东西 一些元素 我最想看的是人 我在上海街头会经常看到非常有范的人 这个对我来讲是 我喜欢看人 这里有一栋老阳楼 这个在老阳楼里面算豪宅 看起来有点像白宫的造型 我经常在想象 民国时期的上海会是怎么样 很可惜那个时期没有出现我这样的人 没有在街头拍来拍去 因为那个时候科技还没有到达这个程度 如果那个时候有YouTube有Vlog的话 真的看看那些历史拼是一个很爽的事 然后再对比一下现在那些丑镜族会觉得我们怎么回事对吧 来试讲一下这个电动车吧 我觉得电动车好看对街景绝对是一个加分的选项 我在上海认识一些外国人 大家知道中国不是一个移民的国家 很多外国人在中国就生活一两年几个月 但是他们买的电动车很讲究 而且会装修的 会打扮的非常的漂亮 这个就是对生活有没有要求的问题 那我们作为本国人本地的居民 对吧 本应该更讲究一些 但是事实跟我想象的 跟我预想的完全相反 嘿哈喽 你那边有没有咖啡 有啊 有啊 因为我今天要做那个Live Stream 就是做直播 直播的话国内平台是不能喝酒的嘛 你那个 因为我看到你去外摊了对吧 对对对 然后我看你发了那个碰到你那个老外 是你看到我了吗 对啊是你拍的呀 对对哦 你已经找到我那个channel是吗 对啊 哦 上次我在你们店里拍的我还没剪出来呢 还没剪出来 因为我最近天天在直播没空剪那个视频 哦 对太忙了 你现在你现在是去开店吗 对对我去 去店里 去帮忙 哦 就是他们有那个 嗯 我具体把那个店里的事我不管 我说就是过来会会朋友 哦这样 等一下我会到你店里 OK你先忙 一会儿见 嗯一会儿见 我在上海呢居然 其实我在上海认识人挺多的哦 这个感觉真的非常好 那我们现在呢到这个MIX320去看一下 现在呢马上要进入圣诞节了 小果都穿上这个圣诞的服装啊 非常有仪式感 这里呢有一个圣诞老人的这个叫什么 充气娃娃 我说了很多次啊 上海这个圣诞气氛啊是很浓的 对我来讲不管什么节 只要令人开心的 我都愿意过 这里逛街的人群 非常的放松 有没有 这个 这个应该是自行车啊 这个造型比那个新华路那个 我感觉要好一些 这条狗我真的太喜欢了 这个衣服应该是为了过圣诞节买的 对吗 哇哦 非常的酷 哇哦 这只狗真的很漂亮 嘿 这个是什么品种啊 零体牙 零体牙 哇 这个狗真的非常的酷 在上海我看到很多西游品种 以前我看到一只斑顶犬 我原来以为斑顶犬就是不存在的 我在生活当中真的发现有真的斑顶犬 非常的漂亮 像这个红色明显是色卡里面的一种银色 其实一个银色可以分出很多很多银色 大家看一下 这些外国人一到周末呢 就就是那个有周末的样子 我们中国人的太忙碌了 这家店呢 我是很喜欢的 大家看一下去发现一下细节吧 大家看墙壁上有很多圣诞老人的 那个叫什么呢 叫那个毛绒玩具吧 然后前面那些座椅呢 也是进行了圣诞的装办啊 都是很讲究的 这个应该是一个游戏吧 我觉得看一下 挺有意思的 听说这里以前是一个工厂 后来变成了菜市场 然后呢 现在呢 变成了现在这样子 一个loft风格的一个palaza 这应该是最完美最好的一个归宿 在上海这样的地方非常的多 上次我拍的那个上升新锁 也是这个模式 我很高兴地看到这里这些地方啊 那个名字啊 它并没有命名什么什么创意员 什么什么科技员啊 在中国很多地方取名字啊 都是同款抱款 一个明明不含创意的地方 非要说什么创意员啊 什么的 我真的非常喜欢这样的地方 在这样的地方会让人觉得非常的放松 然后呢 看看形形色色不一样的人 经常会发现很有亮点的人啊 会让人呢 眼前一亮 对我来讲呢 是 我看到有亮点的人 对我来讲是一个学习的过程 那些都属于高级课程啊 书上没有的 老师不会教的 因为在中国呢 我们这个美学教育呢 是缺失的 美学教育缺失的后果呢 会很多 包括老师也不懂美学 所以教育真的要好好的改善啊 我们现在讲的很多师资力量 就是考分第一名啊 讲的是这个东西 其实真的 真正的师资力量 应该是一个综合的数字 因为我们人生当中用到最多的 并不是书本上的知识啊 应该是用到最多的是美学啊 像穿着打扮啊 像饮食这个习惯啊 等等等等各方面吧 就是让生活变得更美 让人变得更有心啊 这些 这些属于这个我们最需要的东西 但是我们教育里面最缺的就是这些东西 可以说这些东西都没有 还有那个生活方式啊 像我以前读书的时候 那个体育课都是非必要的 其实一个人的运动 运动对一个人的生活是多么重要呢 对吧 还有那个以前那个 现在应该好很多啊 以前那个什么美术课啊 音乐课啊 都随时可以被那些 马上要考试的课啊 取代的 其实那些是我们人生当中最重要的部分 我认为人跟人最大的区别不在于知识啊 像现在这个科技的年代 知识 可以说 知识的话 很重要 但是我们现在更多的 需要的是使用工具啊 因为很多知识的话 不一定要存在我们人脑里面 对吗 像C-ray 像很多智能音箱 都在帮我们储存这个知识 这个有点像原始收尾对吗 没有冰箱 没有什么的 你可能需要储存大量的食物 那个时候呢 可能没有超市 没有那个7-Eleven对吧 你什么东西都要堆在家里 那现在这个年代呢 那就不厉害了 你吃多少 买多少对吧 然后需要的时候直接下楼买一下 那些超市啊便利店啊 搬离储存 就是这个意思 其实知识也是这样的 不一定要说学了所有的东西 然后 才叫这个人很有才啊 我觉得不对 而且呢 而且呢 一个人实际上是不需要学太多的东西的 因为我们人生是短暂的 如果人生是无限的 那我们最好什么都学 既然人生是短暂的话 我们应该是学为即用 学那些我们用得到的东西啊 这个是最重要的 还有有些东西不懂的话 那你多走走多看看 想要认识一些 跟你有父母的朋友对吗 好那现在走进这些小弄堂 去看一下 有句话怎么说的 魔鬼在细节啊 那我们上海的这个魔鬼呢 在角落里面 去看一下 在上海真的随处可敬 这个咖啡馆 小酒吧 小酒吧就是Pub了 在角落里都可以看美女啊 这个太棒了 说人说人 非常的酷 哇哦 这个小baby真的很可爱 哈喽 是风雪人吗 不是吧 哇 非常洋气的小宝宝 诶 这里有家咖啡馆我怎么 哦对 这家咖啡馆 给大家看一下 这家咖啡馆的装修啊 真的非常的简约 这家咖啡馆的那个 石头几乎凌成本 所以这个装修的话 跟成本不一定是有关系啊 主要跟一个人的理念 跟一个人的 这个 我不想讲那个词啊 不想讲什么品味啊 什么那个词被用烂了 跟一个人的支持结构啊 最近基本上要关系了 是 以前的 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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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会把它挣霉了 什麽 没有 OK那这个视频呢就拍到这里 我可能会插入前几天拍的一些评端一些素材 我现在呢马上要直播了 国内平台直播呢近期也会开始 接下来呢我在上海做的东西会越来越丰富 其实我还那个静悄悄的开了一个新的频道 算了就不介绍了 因为我经常拍一些不解说的一些视频 其实那个也是视频的一种类型 有些网友呢我也不知道怎么搞的 我只要发那个不解说的 他们会认为我受什么打击了 不敢说话了 这是不存在的